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查报导曾经历过一段黄金时期 不但具有极大的社会关注度 还影响过政府的政策制定 那时 报社为调查记者腾出版面 全体编辑钉板 全体编尾签字 出了事一起扛 这段黄金时代是怎样开启的 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消亡 打死老虎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打死老虎 另一种是打死老虎 2015年夏天 北京一家川菜馆 王克勤将右拳挡在左手掌上 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 抖得上斜 60年代生人王克勤 是中国著名街黑记者 1989年入行 从业20多年 他借过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 也报过山西疫苗乱象 仅2001年 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员 因他笔下的报导 锒铛入狱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 老虎带至贪官 近两年 各家媒体的调查报导 都大幅缩水 为剩下对洛马贪官的报导 在王克勤看来 这些报导不过是家长布置的作业 追随着中央的反复动作 将拳头对着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 十年前做调查报导的好时光 2002年 他在名不见经传的 中国经济时报任记者 月薪2000块 用半年时间调查 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状况 写出三万多字的报导 报社为他腾出版面 全体编辑钉板 全体编尾签字 出了事一起扛 整份报纸 一半是他的报导 这是什么概念 那时 新闻报导对现实的影响 像刚出锅的杂物般干脆 文章发出后 中央批示 要改革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 2001年 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与国际标准接轨 建设一个更透明开放的社会 成了时代主旋律 传媒学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展江回忆说 那个时候 中国人有共识 应该做调查报导 2004年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 焦点访谈 开播10周年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分管宣传系统的李长春去视察 鼓励焦点访谈 两天做一个调查 一年300多期 那就是180个 此前 李鹏 朱镕基 温家宝 三任总理 曾先后视察过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 并不以调查报导来形容自己 在官方媒体看来 这是西方新闻用词 而他们更常使用的说法 是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自上而下的 即通过影响决策层带来改变 但它折射出 本世纪初 执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 执政者有很强的动力 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 也希望媒体对地方上 胡作非为的官员进行制衡 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陆辉 曾在南方都市报 担任深度新闻部主任 在他看来 当时执政者对调查报导的定位 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市场化媒体的作用是 帮助党改善统治 这一定位构成了中国调查报导 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1998年 出生于新闻世家的胡舒立 在北京创办财经杂志 财经挖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肿瘤 曝光那些导致病变的利益集团 2001年 财经发表银广下陷阱 揭露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银广下业绩造假 这类会影响到金融稳定的选题 是中国媒体此前难以碰触的 报导发表后 银广下被中国证监会摘牌 这一年 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江 创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 每年一度 广邀海内外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 探讨新闻舆论监督一年来的收获和亏欠 他坦言 举办研讨会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团队揭黑报导的影响 2003年 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写了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 因为没有赞助证 被送至收容战后遭毒打致死的故事 报导引发了全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 在媒体、律师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人们收到了胡温新政的第一个礼物 废纸收容遣送制度 业界普遍认为 这篇报导开启了中国调查报导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 王克勤以及报导孙志刚事件的南都记者陈锋 接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记者风云榜 八位获奖记者里 七个做调查报导 扎根广州的南方报业属省级党委机关报 但党报的身份并没有绑住他市场化的脚步 相反 临近港台文化的传媒商业化经验 却为广州的媒体脱离单纯的宣传机构喉舌定位 注入了新动力 媒体人陆辉说 当年广东有一个相对开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员群体 这些官员的意识走在中国官场的最前面 陆辉说他曾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官员聊天 对方的开明令他惊察 与此同时 在很多南方报人眼中 南方报业的成功也与范怡景 江亦平等一批开明有担当的领导层有很大关系 陆辉说 报社集团想把南都做成一个 有独立立场 媒体节操 和好的市场反响的报纸 在这些人撑起的大伞下 聚集起一批并持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年轻人 心是热的 眼是阔的 有人从香港带回政治禁书 杨继绳的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在编辑部内部论坛里摇合着 谁要复印请登记 凌晨一点多下了夜班 十来个人聚集在报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馆里吃宵夜 聊版面 聊选题 聊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和收容潜松制度的废除 直到天明 2005年 23岁的年轻记者龙智 从湖南的一家地方报纸 辗转加入南都 他记得每周二 分管深度新闻的陆辉 会把华尔街日报优秀报道 和普利策获奖作品列印出来 发给记者一起讨论学习 陆辉对调查报道的文本有着极高要求 2007年 龙智写一篇关于无锡太湖水污染的报道 第一稿七千字 陆辉说写得太枯燥 龙智重写了第二稿 还是七千字 陆辉说写得太花俏 龙智于是将那个年代流行的社交媒体 MSN签名党改成 一搞枯燥 二搞花俏 多年以后 他们中的不少人 回忆起在南都做调查报道的日子 都会用到 纯粹这个字眼 陆辉记得 当时的深度新闻部 被其他部门称为仙境 年轻记者们都渴望登上通往仙境的云梯 2002年 23岁的左之间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 办公室买了两张床 记者们经常通宵赶告 累了就睡在办公室 陆辉说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调查报道为荣 以采访猛料为荣 工作很容易让人上瘾 跟吸毒一样 左之间至今记得 自己2002年间隙期间 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的 李嘉诚上海码头危机 揭开和黄集团同上海港的恩怨 文字的影响力是那么真切 一千多字印出来 和黄股票跌到当年最低值 不少人打电话到报社 抱怨买不到当天报纸 第二天 香港信报与头版转载了全文 那是个一稿成名的时代 2007年 24岁的记者庞角明 在中国经济时报 报道高铁使用甲粉煤事件 一举成名 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 就会令各种爆料和线索随之而来 有人通过朋友找上门 有人直接拜访报社 还有人将线索和漆带 放进牛皮纸袋子寄给他 四年后 庞角明于2011年 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的 《少氏器儿》 就来自一个线人的爆料 报道揭露了湖南少阳的 计划生育部门 为了收取罚款 将超生非婚生和收养的婴幼儿 从父母身边夺走 强行送入福利院 统一改姓哨 福利院甚至与人贩子勾结 把孩子送入涉外管道收养 从中牟利 整个事件都没有爆料者的利益 报道出来也不会提他的名字 庞角明解释 爆料者的心态就是 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盖了 我有种冲动把盖子揭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勇认为 2003年左右 也是中国民众权力意识觉醒的时期 不仅仅有难度曝光孙志刚案 实质性推动废止 收容遣送制度 还有席卷全国的SARS公共危机 政府层面也公开承认 要尊重公众知情权 胡勇说 民众对于媒体的公期作用 开始有巨大期待 人们希望媒体不再仅是官方的喉舌 也能为民众发声 传统媒体也浸泡在市场的甜蜜期中 那时 南方都市报每一天的发行量 有141万份以上 仅2003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 就有5.1亿元 陆辉说 调查报道虽然不是直接带来发行量 但它树立的品格或品牌 是可以转换成广告的 当时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报纸 对此有共识 报社对调查报道的支持 可以从采访经费上窥见一半 2005年 刚加入南都的龙志 按以前地方报的规格 坐火车去采访 就收到陆辉打来了电话 问他怎么不坐飞机去 在陆辉看来 当时的记者 不论是物质收入还是精神地位 都位于社会的高层次 据一位曾在南都深度 新闻部工作的记者回忆 2004年 他以应届身身份入职 一个月能拿到 8000到1万多元人民币 当时 广州市的人均工资为 2585元 2004年 孙志刚案的报道 令广东本地政法系统受到冲击 其报复性的措施 令南都总经理郁华峰 总编成一中 因所谓经济作风问题 相继入狱 郁华峰甚至因此坐监4年 一年5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 分别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 和加强和改进 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法 正式封杀异地监督 和跨行业监督 禁止异地监督 即禁止一个省份的记者 去另一个省份做调查报道 这是中国调查报道近年来 遭遇的第一场双降 他释放出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 接黑市调查报道 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罗昌平 先后在新京报财经任职 做过多起政经财经领域的重磅调查 回想起一开始在新京报做报道 罗昌平说 那时根本不考虑禁令 但禁止异地监督之后 他记得 新闻禁令出得越来越快 就像一辆挂上挡开跑的汽车 一脚刹车并不能完全抵消其惯性 这场双降 也没能动足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调查报道 互联网加入了舆论变局 在出生的网络世界里 新闻的传播难以遏制 各大论坛和知名博客 不但成为爆料的集散地 亦成为区域性话题 发酵成全国议题 提供了平台 各个报社的调查记者们 借助互联网连结在了一起 中国幅员辽阔 地方报纸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 反而 当重大新闻发生时 全国各地的记者聚拢在事发地 他们乔装打扮 里应外合 突破地方政府 尚不严密的媒体防御网 并迅速共用线索 聚合资源 卢辉说 我们共同的对手不是彼此 而是监管部门 2005年 时任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 组建了一个调查记者QQ群 取名小刀 小刀群很快达到了200名人员上线 邓飞又申请了一个 可以容纳500位调查记者的超级QQ群 取名蓝衣 不久 蓝衣也满员 在蓝衣群里 各类饱满多汁的料 随着QQ头像的闪动 在荧幕上爆开 有人在群里吆喝一声 兄弟们 哪哪出事了 全国各地的记者 就都跑过去了 龙智记得 2007年 湖南凤凰县 再建的 低西陀江大桥 突然倒塌 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 后被认为是 责任事故 当地的记者 立刻在QQ群里放料 事故现场 随即被文讯改栏的 各地记者占领了 圈子里 衍生出一条默认的行规 A省记者爆料 B省记者接手 视线及报纸 难以吃下的题材 让给胃口更大 腰杆更硬的 省级或全国性刊物 比如南方都市报 和南方周末 甚至给友好的 境外媒体同行 时任财经记者的 欧阳洪亮说 那个时候 署名没那么重要 大家有一个 比较朴素的想法 把事情发出来 蓝衣群孵化出 一个异想和现实 交织的江湖 在那个江湖里 调查记者 以兄弟相称 他们互通有无 行动一致 希望用自己的报道 行侠仗义 走到哪里都有兄弟 时任南都 深度新闻部记者 旁角明记得 他每去一个地方 当地的记者朋友 都会帮忙找线索 安排车 请吃饭 江湖也有文人相亲 六宁年代生的 王克勤 被诟病为 血氧不深的 草莽型记者 南方报业的报道 被批评 空有情怀 财经的稿子 则被指为 像图书目录一样 干巴巴 记者们 一边心心相惜 一边相互嫌弃 这种相爱相杀 折射出一个行业的 生机勃勃 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也令当局金句 2007年和2008年 调查报道 在这片大陆的多个角落 扎根 开花 除了新京报和南方报业 这些资深捣乱者 全国新媒体 中国青年报 财经 凤凰周刊 也是调查报道主力 还有东方早报 揭露三路毒奶粉的报道 成都传媒集团 新生代调查 报道以利神非法集资事件 河南电视台 报道山西黑传摇案等等 网克勤说 调查记者都拿着毛 把政府给包围了 政府说 这还了得 2008年 多事之秋 先是开一年南方雪灾 3月 西藏拉萨街头骚乱 4月 北京奥运在各地火炬 传递出现风波 年轻人反CNN 偏见报道的爱国热情高涨 这也是媒体人 陆辉眼中变天的日子 当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 发生8.0级地震 波及地区超过 10万平方千米 近7万人因此丧生 尽管地震初期 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 但不到两周后 情形急转直下 就在第一阶段结束 众多媒体将报道重点 转向地震灾区的 豆腐渣校舍工程 遇难学生家长们 要求政府给个说法 驻渣在镇区的陆辉 一天内接到上级的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说 不要做负面报道 第二个说 不要做报道 第三个 则要求记者 悉数撤回 拔出萝卜 带出泥 香港资深电视新闻 记者赵永和 报道内地新闻 逾十年 在他看来 很多突发事件 一开始都能报道 但随着媒体越来越多 报道越来越深 碰触到的新闻现象 背后的权力 利益链条时 地方政府就会伸出手 将拔出一半的萝卜 按下去 以防带出泥来 更大的历史背景 是这十几年来 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的日益尖锐 平凡 以及民间维权发展过程中 如影随形 越来越猛的维稳体制 胡勇认为 从1998年画一个很长的线来看 政治 法治 都处于恶化状态 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闻 必然难逃惨淡的命运 而在北京奥运的举国盛典氛围中 多年来坚持市场经济 法治等自由主义 普世价值观的媒体人 也发现自己 与当下的爱国主义 格格不入 网络上的五毛开始攻击 南方暴戏是汉奸媒体 在陆辉看来 当局对市场化媒体的定性 也改变了 这种改变宣判了南方暴戏的悲剧命运 以前是小骂大帮忙的党媒 现在是颠覆党的敌人 一家媒体的兴衰 依附在当政者对其的定性上 这也恰是中国传媒的悲哀和挚咒 绝大多数敢做调查报道 并做出一点成绩的媒体 背后都有政府的势力站台 于是当背后的势力决意撤离时 媒体总是难逃被抽去筋骨的命运 2008年12月 已开明有担当著称的江一平 被调离南都总编辑岗位 有见识 有胆破的管理层 被更懂得顺应时事的人逐步取代 小环境急剧恶化 一位不愿据名的记者至今记得南都 某位主编在会上的讲话 他说 政府做得好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表扬 选题的分量开始滑坡 左支坚说 我们以前做贪官报道 部长也能做 后来 不宜急的都不能做了 人事任免 异地监督 也不能做了 背靠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由原外交部副部长 王炳南之子 王波明 担任社长的财经 空间也遭到压缩 2009年 罗昌平在财经做副主编 他揣测着上面的意思 一次又一次 无奈修改被毙掉的稿子 大环境绷得非常紧 不是你通过努力技巧能破解的 在陆辉看来 2008年是彻底上洞的一年 之后虽然也有不少优秀的调查报道发表 但那都只是余波了 对不少中国的深度新闻从业者来说 2013年是从初冬转向沿东的一年 这年 距离2003年孙志刚事件 刚好过去十年 中国调查报道 走进一个悲哀的轮回 回到起点 2012年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 被贴上封条 展江说 研讨会本身就反映出中国调查报道的艰难 2013年1月3日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 在初刊前遭强行修改 将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 瓢染成对执政者的歌颂 修改过的文章甚至出现了低级的事实性错误 次日早晨 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50多名编辑记者 联署发表公开信 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陀正引咎辞职 陀正曾任新华社副社长 在2012年5月空降广东后 对南方报业实施了空前的压制 据南方周末员工在抗议公开信披露 南方周末每期新闻选题 都要上报审委宣传部 批准后才能采写 重要报道和社评 更是要宣传部审阅后才能刊出 据公开信的统计数据 仅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 被改被撤稿件就达1034篇 原本隔在宣传部门和媒体之间的 那层沙被彻底撕破 如果说此前宣传部门是通过行政指导 施压编辑部来控制媒体 那么在南方周末新年限辞事件中 宣传部门直接受益总编辑改稿的行为 已破坏了多年的行规 胡勇认为 南周事件 是十年来 中国媒体在空间愈缩愈紧 枷锁越带越牢的环境下 灵星的抗争 郁节的悲情的 一次汇总式的爆发 整件事 以南方周末全面败落收尾 妥证非但没有下台 还在2015年7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张永和认为 南周事件恰恰成为妥证的一大政绩 打压舆论有功 这种打压并非个例 2013年4月 和财经同盟的Lens杂志发表出走出马三家 揭露辽宁一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黑幕 被吊销看好 在次面诗时 Lens晋升为一本文艺杂志 马三家的作者 时任Lens的主笔 袁林说 打断了一条腿 只剩下小青星了 胡勇说 这是一把终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国家把握着媒体的准入许可 如果媒体不按照其取调其物 这把剑随时可以斩断媒体的命脉 2014年9月 21世纪网被曝以负面报道要挟企业 敲诈数亿元广告费 南方报业核心人物 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沈浩等30多人被捕 这样的消息令公众也开始 失去对新闻行业的信心 不久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沈浩认罪的画面 21世纪网被吊销资质 南方报业派驻工作组 进驻21世纪报系进行全面整顿 一同被整顿的 还有媒体人的颜面和信心 在不少报社内部 小环境亦逐渐变质 调查报道容易捅娄子 除了是主编亲则写检查 重则被免职 王克勤的报道曾先后摘掉三个总编的乌纱帽 但并非每个总编都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总编有的是办法 不说不做 但可以达到不做的目的 某个报社编辑透露 除了必选题 总编会拖着他的稿子不发 或者要求他去问官方的态度 一问 果然毙了 压力意在挤压个体记者的生存空间 从2007年到2013年间 庞角明以不同的笔名 辗转于中国经济时报 南都和财新新世纪周刊 这些伎俩自然逃不出中宣部的眼睛 在新世纪周刊发表少事期而后 领头人胡舒立遭遇压力 庞角明再次更名 最后选择了投奔香港 胡勇说 以前维稳是反应式的 出现一个事情 媒体去报道 各级官僚会努力控制事情的扩散 这是反应式的过程 现在 反应过程不存在了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 禁令马上会下来 2010年 王克勤揭露山西疫苗变质 导致儿童惨障 甚至死亡 国务院网络航控制中心 下令所有网媒删除该片报道 2014年除夕 上海外滩发生至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 网媒被禁止将踩踏事件放在头条 据国际记者联会不完全统计 2009年 中国政府针对具体新闻事件下达的报道禁令达62条 2010年 这一数据升至88条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分会主席胡立云表示 88条禁令 不过是冰山一角 中国青年报前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勇说 这给媒体造成的后果是 决定是不是要去的时候就考虑到禁令 现在的调查报道不仅是没人写 到现场去的人就很少 持续高压和频繁禁令 像是勒在媒体头上的警呼咒 越挣扎越疼 比疼痛更可怕的 是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审查 2015年5月2日 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 在庆安火车站候车时 被民警开枪击毙 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升温 但除了财新 凤凰网等少数媒体 发出原创报道外 沉默的大多数媒体 只是转载了中兴网等官方媒体的报道 5月11日 胡勇在个人微博上发出质问 奇怪严肃媒体 关于庆安相见案的报道 为什么那么少 几年前的一呼百应 变成了一潭死水 江湖分崩离析 同年6月1日 东方之星客伦 在湖北监利县水域倾覆 造成442人死亡 船难发生不久 禁令尾随而来 各家媒体召回排出的记者 统一用新华社通稿 据张永和回忆 禁区设在事发地一公里之外 现场站满了武警 根本无缝可钻 一家门户网站的记者 携带无人机赶赴现场 被告知不准使用 记者还看到专门针对无人机的干扰器 作为境外媒体 张永和教授的约束 比他的国内同行少一点 但他依然感觉到 这几年气氛的明显变化 采访比以前难做了 受访者特别谨慎 张永和以东方之星事件为例 遇难者家属被统一安排在一个地方 有专人看守 记者想要进去采访 先得登记家属的姓名 这样还有谁敢接受采访 张永和说 他们只会说感谢国家 感谢党 压力之下 更有媒体将原本的问责报道 转化成歌功颂德 或渲染煽情 442条生命沉入江水后 读者在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 身为国人 何其有幸 世界透过沉船事故 见中国决心 孩子别哭 我在长江 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 如今 留给中国媒体的调查报道选题 似乎只剩下反腐这一项 资深媒体人宋志彪 在2014新闻页观察报告中说 回顾2014年的传播议题 反腐是一个相当诡异的重要内容 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 完全丧失了主动性 成为枪 服务于背后的教化势力 从硕果仅存的财心 到纷纷党化的市场化媒体 盖莫能外 伴随着大环境的坍塌 调查报道 已遭遇了来自新媒体的冲击 在旁角明的记忆中 以前很多题材是可以捂住的 我们让它慢慢发展 然后再做 但微博和微信 迅速缩短了一个选题的保质期 调查报道发展的十年间 纸媒和网媒完成了角色互换 陆辉记得 一开始是由纸媒引爆话题 然后网络跟进再传播 那时 记者做出一篇报道 第二天都要去看 各大门户网站转没转 跟贴多不多 到2008年左右 网络承担了引爆和挖掘话题的工作 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 陕西林夜厅公布猎人周正龙 拍到近乎绝迹的野生华南虎照片 激起各方质疑 后被证明照片戏伪造 2011年 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 在微博上炫富 这些事件都是先在网络上热起来 然后纸媒跟进报道 再通过网媒扩大传播 2013年亚恩地震 用陆辉的话说 已经没什么纸媒的事了 网络引爆 网络核实 网络传播 罗昌平说 现在地方政府变聪明了 24小时内会释放基本资讯 评论的人基本上都评论了两遍 报道才出来 南都深度部主任王莹 曾以2014年浙江风化他楼事件为例 讲解纸媒的被动局面 事发后 南都派记者去现场 但未等记者发回稿件 他所搜集到的资讯 早已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 等他写好深度报道 整个市已经失去热度 报警未开 报纸已死 依附在传统媒体上的调查报道 和纸媒一起跌入深渊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 去新媒体 去做公关 去创业 2014年 紧南方报业就流失了 202名采编人员 陆辉说 他所在时候南方报业的骨干 基本都走光了 而他本人 则是在2009年 离开南都 2012年 左之间辞去 21世纪经济报道 新闻总监的职位 他说 因为在精神和物质上 都没有办法得到回报 然后转身创办了阅读平台 拇指阅读 2011年 互联网广告收入 首次超过全国报业广告收入之河 报纸广告收入 从此连续四年遭遇滑坡 2014年的下降幅度 更是达到了15% 报道做不了 发不出 比这更大的打击是 他们发现 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报道 而发生改变 如今创业做了消费品 质检网站 优格网CEO的罗昌平说 他24岁 报道湖南加和拆迁事件 10年以后 那个事没有任何改变 他说 有时候想想你做的东西 到底有多大作用 安元鼎 马三家 有改变吗 调查记者的精神鸦片 灰飞烟灭 做调查报道的老牌媒体 话语前急速蒸发 除了几乎空潮的南方报业 中国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 京华时报的深度报道部 先后被撤销 从前活跃的蓝衣QQ群 伴随着QQ的衰落 一并消沉 显有人在上面放料 讨论选题 和这片土地上的 成千上万个QQ群一样 蓝衣群沦为段子 养生建议的集散地 龙智说 群里仍在做调查记者的人 所剩无几 而欧阳洪亮 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 蓝衣群的对话框了 不少线人向罗昌平抱怨 十年前他们反映一个事情 媒体好歹会关注一下 现在 媒体只盯着反复 年轻的记者涌进来 这一行永远不需要亲切血液 但在罗昌平看来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 并不能真的理解 周永康案件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 作用和地位 面对复杂的情绪 经验和分析能力 是他们的短板 经验或许是可以后天弥补 只是如今 媒体氛围似乎也不一样了 刘万勇记得 自己刚到中国青年报时 大家都挣着发头版头条 现在的小孩 根本不考虑这个 他觉得没意义 午饭时 同事之间的话题 一从新闻选题 变成了创业和股票 刘万勇说 当今搞调查的 只有卓伟到处在讲 我要挖掘真相 卓伟自称中国第一狗仔 接过各路明星的 劲爆八卦 2013年 网易举办 深度报道十年论坛 展江在会上提出 一个抢救计划 要把40岁左右以内的 报人或传统媒体人 输送到新媒体去 以其他名目 来做深度和调查报道 资深记者 袁林觉得很遗憾 当时调查记者 被焦虑灼烧得快要融化了 网站却迟迟没有接手 等这些网站回过神来时 不少记者已经离开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 资深媒体人分析说 这两年来 各大门户网站 也开始加强原创报道 每个网站 都有十几个人 组成的原创部门 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 也会派人去现场 类似腾讯的棱静 网易的路标等 开始主攻调查报道 他说 你会发现门户网站 正在向过去的 纸媒靠拢 它足够有钱 它会拿出一部分资源 做高端报道 来吸引高端读者 大家很清楚 这块没有流量 但是没关系 也要做 网媒看上去 开始接手调查报道 但距离原林口中的春天 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尽管和纸媒相比 更灵活 更有资源 戴在网媒头上的紧箍咒 却并没有放松分毫 2015年6月 湖南一女官员 陪市长等高官喝酒 醉酒至死 由财经杂志母公司 财讯集团 联手新疆威吾尔自治区 和阿里巴巴新成立的 无界传媒 跟进做了一个调查报道 罗昌平在微信上转发 转了三万多 全部都删掉了 那真是尸骨无存 7月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 澎湃新闻 发表对三峡大坝的调查报道 主笔记者用一年时间 走访三峡沿线 结合动画 图片 视频 以及三万五千字的叙述 揭示大坝对环境 生态 人文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报道发布7小时后被封杀 该报道的记者 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历时一年 行程万里 存在7小时 被删除 被禁止传播 像是中国媒体人 不得不面对的天命 前面有公权力挡到 后面有商业市场的压迫 调查报道在中国 还有生存之路吗 前记者 现在的互联网创业人 左之间认为 应该交给一个专业的NGO来做 不图商业回报 但中国有这样的环境吗 一些人开始尝试自救 2013年 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峰 在网上发起众筹 希望筹集25万元 支持自己进行调查报道 第二年 他因个人健康原因终止项目 开始陆续偿还款项 2015年 原华商报知名记者江雪 成为一名独立记者 7月16日 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雪坊上 发表了第一篇报道 讲述传之行案的知名NGO创始人 郭玉闪的太太阿潘 探访监狱的故事 结果一天内收获了 1700多个粉丝 和2000多元粉丝打赏的稿费 很快 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删除 在这些挣扎自救之外 还有一个平行世界 一些记者留在供职多年的媒体机构 继续专注着调查报道 这是一个很小的人群 像是电影《铁达尼克号》里的 乐团演奏家 在即将倾覆的甲板上 专注演奏 彭钦和便是其中之一 入行十几年 他一直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 啃的是最硬的骨头 出差动辄长达两个月 他用杀手来比喻调查记者 长期做调查记者 就像杀手一样 游离于这个社会跟朋友圈 得耐得住寂寞 彭钦和曾在汶川地震前线 驻守整整一个月 也曾在深夜里 敲装打扮去探访敏感人士 调查记者接触的 全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 对人的心里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折磨 彭钦和说 他鲜少接受采访 家里没有网络 也很少使用电话 调查记者容易出名 也容易将民生变现 但高调会给工作 带来更多阻力 他因此选择折服 学者展江说 这是中国调查报道 最差的时候 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 作为仍然奔跑在一线的 调查记者 彭钦和对此表示认同 这是中国急剧变化 矛盾迭出的时代 这个时候你不记录的话 以后就没了 他说 可能最尖锐的东西 也只有调查记者能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